基隆捷印應該是談了大概20年 過去是一直找不到路廊 那現在好不容易找出一個路廊 他可以服務更多的使用者 我們第一階段還是從南港做到巴督 然後在巴督做轉印 那先由基隆市民先習慣 再巴督轉印再用這個捷印的方式來執行 那第二階段 希望是在第一階段做完然後營運正直 那這可能是10年以後的事了 所以我想說昨天只是拋出一個 從規劃面跟營運面的一個看法 但是他這個決定 可能是在10年後 有那時候的人那時候的想法再來做決定 那現在只是拋出大家想一下 可能到那時候有不同的想法 或許那時候做的決定會比較正確 一直有兩種聲音 一種就是在交通部的想法 就是二折一 但是地方因為他們對台鐵的感情 以及他現階段對於台鐵的便利性 所以我想說在這兩個方向 我們都納入我們的方案評估 但是第二階段是還沒有那麼急要做決定 只是拋出一個課題出來 所以我想說這部分還是第一階段 這個捷運服務以後 看大家那時候的想法怎麼樣 再來做一個確定